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桩情感纠葛引发的续爱 感情的谈判如何面对 不幸的爱情如何终结 错爱天王栏目即将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家大型的商场坐落在大街中段 它的周围分布着几十家店铺 商场的南面还有一所小学 接送孩子的家长们都要路过这里 这里每天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2010年5月27号早上七点多 商场的大耕师傅在门前做最后一次打扫 郊州路一天的繁华热闹 马上就要开始了 就在这个看似平常的早晨 空气中同时弥漫着一丝异样的味道 商场的周围布满了警惕的眼镜 这里已经被东营市公安局 东营村局的民警们严密的监控起来 根据可靠情报 一个极端危险的嫌疑人将要在这里出现 当时我们通过工作掌握这个犯罪嫌疑人 有可能到另一个受害人工作的商场 去找那个受害人 这个犯罪嫌疑人据我们调查获熙 他准备搜集嫌疑人再次来逃 跟他联系的主要是他以前独有 和他以前他的女朋友 邵光航 40岁 宾州市真华县人 四天前制造了一起血案 造成两人死亡 2010年5月23号晚上10点30分 东营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寄到报案 升华市场附近有人持刀行凶 东营市公安局火速组织民警赶赴现场 当时就发现一个男性仰卧于路东侧的浮路 大约在中间的位置 头朝西脚朝洞 当时这个人就已经不动了 从表面上看应该是有刀伤 看他衣服上有口 身上也很多血 我们到来现场不久 一会人家接着就到了 他们就证实这个男的已经死了 经初步勘察 受害者身负多处遭伤 而且都是致命部 然而现场并不仅限于死 在这名死者南面80米处 还有一名女性躺倒在地 胸腹部多处受伤 经义务人员证实 这名女性也已经死亡 领民警们感到震惊的是 距离这名女性三米远 就是一家烧烤店 当时正是热闹的时候 老板说是当时很多客人 他们还没怎么注意 这个发现的时候就是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门口 撕扯 当时他们以为是两口子打架 这个眉形是有这种凶杀 这种迹象 不一会之后 这个女的就躺在地上 他们就发现不对了 瞬间发生的惨剧 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 目瞪口呆 两名死者的遇害地点 只相隔一条马路 这两起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血案 竟然间隔不到五分钟 男性死者就跟这个嫌疑人发生了互动 之后呢 男性死者就躺在了地上 这个女的就往南跑了 然后这个嫌疑人呢 又追了过去 可能是追到了这个 就是那个烧烤店门口 又将这个女的通刺了 现场并不复杂 勘察很快就接近了本身 除了目击者的证词以外 现场没有可供利用的痕迹物证 关于嫌疑人的勾画更是模糊不清 甚至连体貌特征都没有大致的描述 但是从两名死者受伤的程度看 凶手的残忍超出了警方的想象 我们初步发现 凡队嫌疑人呢 穷雄饥饿 刀刀毙命 神话时长 可以说是东应区 比较泛华的一个阶段 在这样一个地方 居然发生了 一次杀死两人的这么一个案件 性质是非常恶劣的 案件侦办迅速启动 如何确定嫌疑人和两名受害者的身份 成为当务之急 民警们首先调取了 现场周围所有可以利用的监控资料 巧合的是 升华市场附近的一个监控探头 记录了嫌疑人和两名受害者 案发前的行动轨迹 当晚十点多 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市场附近的路口 也就是烧烤店的鞋对面 车上下来的一男一女 就是两名受害者 几分钟后 另外一名男子出现在镜头中 他就是嫌疑人 三人见面以后 似乎谈了些什么 但是谈话没有持续多久 就演变为肢体的冲突 出租车上下来的男子 在推套中并没有占到便宜 很快就被嫌疑人刺斗在地 就在这时 画面中出现了一个陌生人 他是什么呢 是这个男死者 被这个犯罪嫌疑人用刀捅伤 这过程中 他上去阻拦 并且用一个棍子 去打击这个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回身用刀捅他 这个陌生人的出现 引起了民警们的高度重视 监控显示 嫌疑人刺倒一人后 并没有理会这个陌生人 而是转身就去追那名女子 而后三人全部在画面里消失 整个过程中 陌生人的出现 不过几十两种 这段简单的视频资料 马上让民警们陷入疑问与猜测之中 嫌疑人与两名受害者究竟是什么关系 三人见面又谈了些什么 致使嫌疑人如此雄雄极恶的持刀伤人 这个陌生人为什么参与其中 他是否只是一个健毅勇为的群众 2010年5月23号案发当晚 东营分局的民警们在监控资料中 发现了一个陌生人 他和案件是否有关联 民警们一时无从判定 但是视频显示 他应该是案发现场的第一目击证人 他也许能为警方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很快民警们就确定了这个陌生人的身份 他就是当时的报案人 报案人他是这两个共同死者的朋友 他和两个死者一块去见这个犯罪嫌疑人 据他当时报警的反应 说这两个人都是被犯罪嫌疑人 烧光红用刀捅的 所以说我们居住确认了 这个烧光红是作为这个犯案的唯一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以及两名受害者的身份 马上有了结论 受害女子名叫钱叶 36岁 受害男子名叫林强 38岁 是钱叶的现任男友 犯罪嫌疑人名叫邵光航 40岁 是钱叶的前任男友 两名死者和这个嫌疑人 有感情上的纠葛 男女死者在去见犯罪嫌疑人之前 就已经发生比较激烈的扣救 并且在电话里头和电话短信当中 就已经预感到要出大事 他们怕自己出什么事 带上一个朋友 也是帮着万一 报案人是受朋友的委托 一块去的 他原本以为三人把事说清楚就行了 没想到三人很快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更没想到的是言语的争斗 很快演变为肢气的冲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则让他始料未及 在欧斗过程中 他也帮着上前去劝阻 去打 所以说他也被嫌疑人给捅伤了 捅伤以后他负伤逃走了 逃走以后 在逃跑的过程中 他打掉了脖子 一起血案就这样发生了 也许当事人也不会想到 今晚的见面竟成了这起血案的直接导火索 三人之间究竟有什么情感纠葛 嫌疑人为什么会痛下杀手 事情还要从一年前说起 2009年9月 眼看前夜35岁的生日就要到了 一想到这个生日又要独自度过 前夜不免感到莫名的伤感 自从账所在三年前的一起车祸中去世以后 他已经独自一人过了三次生日了 儿子今年已经十岁 三年里他无时无刻不感到 抚养孩子的艰辛 同时他对拥有一个完整家庭的渴望 也越来越强烈 这天他鼓足勇气来到婚介所做了登记 并在报纸上发布了征婚的信息 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 再次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 不久 一个中年男人主动与他取得联系 表露了对婚姻和家庭的可叛与憧情 这个人就是邵光衡 从此邵光衡不断与前夜联系 平日里他通过短信对前夜嘘寒问暖 关怀无微不致 前夜也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情 经历了短暂的电话联系后 前夜与邵光衡见了面 他对对我人也挺好 但是长相不怎么样 我一般男人呢 他长得多漂亮 这么大年龄 他高方面对我感觉挺好 邵光衡给前夜留下的第一印象 就是实在忠厚 教谈中 前夜得知 邵光衡刚来东营一年多的时间 他在2003年离婚后 独自抚养17岁的儿子 聊到这里 孩子引发了更多的话题 邵光衡曾经在海上打过鱼 开过黑出租车 也在工地上包过灵活 不过都因为他的好意勿劳 没有坚持下来 现在他没有正当的职业 每天在社会上混迹 这些情况他都向前夜隐瞒下来 在邵光衡离婚后 他通过婚姻中介机构 认识了很多离异的女性 这些女性往往因为婚姻的坎坷 而对美满的家庭生活充满向往 经过短暂的接触 他们就与邵光衡同居了 虽然前夜对邵光衡的情况 一致半解 但是能说会到的邵光衡 让前夜那颗逐渐冰冷的心 慢慢温暖起来 他越来越觉得 这个中年男人是个可靠的伴侣 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共同的生活 让邵光衡无法再掩饰 自己暴躁的脾气和古怪的性格 前夜慢慢感到 邵光衡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 老实能干 沾染赌博恶习的邵光衡 让前夜很失望 同时 前夜的家人也开始反对 两人的交往 他简直说 以后他找这个对象 最后他是带来老实跳 他好像也告诉他说 一上来他也说 谁是带来的 我都是带来的 你怎么怎么的 不要啥 双方在一块 开始相处的还不错 但是后来他一些毛病 就暴露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女司转 就觉得不愿意和他相处下去 前夜提出分手 邵光衡并不同意 并经常以挑衅和威胁的口吻 训斥前夜 惹不起他 前夜不得不躲开他 2010年4月 在与邵光衡同居半年后 前夜终于忍无可忍 悄悄地搬了家 他没说他没过 告诉我他就搬走了 我也问他 我已经走搬走了 他说我想换换滑影 他那个意思我知道 他就为了想非手 就是搬走了 简夜原本以为 他坚决的态度 能让邵光衡放手这段感情 但是他没有想到 班家不但没有为这段感情 做个了结 反而又让自己陷入到另外的麻烦中 在前夜搬家之后的一个月里 邵光衡不断打电话 发短信 骚扰前夜 让前夜不得安生 前夜将如何摆脱 邵光衡的纠缠 如何彻底终结这段痛苦的感情 2010年4月 简夜下定决心要和邵光衡分手 毅然决然地搬了家 并不再和他联系 但是他没想到 邵光衡依然通过打电话和发短信 不断纠缠他 无奈之下 他又找了一位男朋友 希望能一次摆脱邵光衡 我已经有男朋友 以后别再纠缠我了 以后别给我发短信 打电话了 当时呢 我是有点不愿意 这个感情 我聊在一起 这感情就可能 突然间分开 让谁都接受不了 不可能 我绝对不会分手的 你想都别想 前夜这条想要分手的短信 并没有让邵光衡死心 反而让脾气火爆的邵光衡 变本加厉 你不是找了个男人吗 你让我不好过 你们也别想好过 你看着 过几天 我就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放那些信息 然后就说 就逗他 就吓我他 我那一次就吓我他 尽量的拨打和分手 邵光衡言辞激烈的短信 让前夜陷入到深深的焦虑和恐惧之中 如此的拉锯 让他痛苦不堪 如何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呢 我说咱俩已经真要想彻底分手的话 我说咱俩谈谈谈 见个面 有些事情说一说 有些地方 不知道在这半年了 你就是 不管是谁花钱多少 我照顾你好了 有些事情说一说 2010年5月23号 前夜决定 晚上和邵光衡见面谈一谈 彻底了结这段不幸的感情 可是邵光衡对分手的事情依然不依不饶 不断给前夜发短信 你不是和我赌命吗 我赌了十多年了 我绝对奉陪到底 当天下午 他发了那些20条短信 短信就是说 你只要是不跟我在一块 那我就弄死你 发了很多这样的短信 我出来混十多年了 从来都是我玩别人 没想到今天被你给玩了 因为当时短信内容 言辞比较激烈 你死亡了有一些 所以这个女人 可能觉得有点后怕 就叫上她心弹的地下 她这个朋友 觉得也不踏实 又叫了她的朋友 也就是咱说这个监督人 换人一块去 23号晚上10点多 前夜和男朋友林强 以及林强的朋友 来到事先约定的地点 不久 邵光航也到了 他看到前夜的身边 多了一个男人 顿时火冒三丈 我就问他 我说 咱俩这时候 团结这个 飞手的事情 你怎么带别人来 啥意思 他说 我想带别人来 他说 很安全一些 我说 两人见面团事 我又什么安全不安全的 前夜没有想到 三人刚刚见面 就擦出了火花 还没说上两句话 前夜与邵光航的谈话 就被林强打断了 一方想要分手 一方不想分手 三人争论的不可开交 林强强硬的态度 让邵光航怒火中烧 两人很快推打起来 被怒火 出晕了头脑的烧光航 马上抽出了 随针携带的 一把水果刀 如果无所谓的 我就 到时候住了 或者说不对了 哎呀 飞不成啥地方 就疼还牵 此时 林强的朋友见识不妙 马上跑过来帮忙 邵光航 凶狠的几刀 当即将林强刺倒在地 林强的朋友也被刺杀 随后 邵光航执刀直奔前夜而去 前夜的哀求 并没有让邵光航心软 他很快也被刺倒 作案后 邵光航当即潜逃 谁都不会想到 三人情感的纠葛 就会陷入激烈的争斗 更不会想到 一次平常的会面 会引来杀身之后 2010年5月24号 在确认了犯罪嫌疑人 邵光航的身份后 东营分局的民警们 迅速对邵光航的社会关系 展开秘密摸牌 在调查中 一部分女性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些人都是邵光航 通过婚姻中介机构认识的女性朋友 民警们一边搜集这些关系人的信息 一边对他们进行走访监控 因为我们知道邵光航目前现在身背了两条人命 他自己也知道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抓捕他 同时我们也为了保护这些女朋友 他这些女朋友不再次成为受害者 不出警方所料 邵光航果然与这些关系人有过或多或少的联系 他不断地通过一些方式和这些女朋友联系 最主要的就是啥呢 让这些他这个女朋友为他凑集一些钱款 准备再次外套 2010年5月26号 一条重要线索反映出来 一个叫翠翠的女孩曾经与邵光航交往密集 最近几天 邵光航以家里有集市为由 多次向他借钱 民警们敏锐地意识到 这是一次先在南方的抓捕机会 这个提供钱财这个女朋友 就在东城的一个商场附近工作 我们考虑到犯罪嫌疑人 极有可能在他上班的商场附近等他 来借头要钱 所以我们呢 就提前把警力布控到商场周围 2010年5月27号早上7点多 交州路一天的繁华热闹还没有开始 但此时 东营市公安局 东营分局的民警们 已经在这里布下重兵 等待犯罪嫌疑人邵光航的出现 我们呢 这一天的团队人员将逐渐增多 刑疑人一旦出现 抓捕现场将变得异常复杂 民警们的一举一动 不得不万分小心 此刻每一秒钟的等待 都是痛苦的 七点四十分 在蹲守监控了一个小时后 犯罪嫌疑人邵光航突然出现在警方视线中 同时 他左手一个细微的举动 很快引起了民警们的重力 他当时是个手直接噎到包里头 一直不拿出来 行为非常反常 左手放包里 给我们第一指决 他应该是手里握着刀 放包里 邵光航静止走到了商场旁边的药店门前 七点四十一分 买汉堡的小张 拉着他的移动摊位来到了商场门前 这里是他平时做生意的地方 此时小张并不知道 距离他摊位五米远的地方 有一个极端危险的嫌疑人 邵光航站在药店门前的台阶上 他的警觉和多疑 超出了民警们的预期 他是站到一个三四层的台阶上 周围没有人 背靠着墙 防止有人让他接近 并且站到台阶上左顾右盼 不停地审视着路过的行人 抓捕的时候 如果从座面 他肯定是很警觉 我们那是想单个的进入药店 然后看能不能从药店 偷偷地秘密地把他给制服了 这家药店也许能成为民警们实施抓捕的掩体 行警大队大队长 吕文健 首先向犯罪嫌疑人邵光航靠近 走到他身边的时候 这个嫌疑人就往边侧了侧步 并且就让敏据这户头看了他 我们这个同志一旦靠不进去 只得进药店去问要 他还不停地回头往药店里上 药店有两扇宽大的玻璃门 里面的情况显一人一览无遗 如果吕文健长时间逗留 一定会引起邵光航的怀疑 一分钟后 7点42分 另外一名民警王小波 再次向邵光航靠近 分散他的注意力 伺机进行抓捕 一个同志已经先去了这药店里头 通过透明的玻璃能看到他 另一个同志靠回去以后 阻挡他这逃跑的路程 可以形成两面夹击 令警方意外的是 嫌疑人一场惊弓之鸟 王小波的出现 引起了邵光航靠高度戒备 我往他走的时候 他看过我 在那时候他对我不是很肯定 那时候我只能进入药店 装作买药 然后跟我们里边那个民警会合 他就说 回头非常的 频率非常的高 他也感觉 他反正药店有人 就能对他造成威胁 尤其是男性 他也是警惕在方面 但是他没底 民警们在嫌疑人的前后左右 形成包围之势 但是此刻 他们不敢说一句话 所有的行动完全通过眼神来交流 进去之后呢 就我们里边民警也没说啥 跟我对视的一眼 我们又眼神交流了一下 看到外边的那个民警也终不靠近 我们就同时出了要点 进行抓捕 正如警方所料 邵光恒放在包里的手 一直握着一把水果刀 狡猾的嫌疑人 几乎在瞬间做出了反应 他非常艰巨 回头正看我们出去 当时他也没说什么 直接掏了刀 就从我们来来 前面同志去维护他的时候 他回刀捅了一个同志 就从这本能地读了一下 反正前就越过这一道 这个读戒 直接向前跑 这个时候 卖汉堡的小张 已经将自己的摊位布置好 就在抓捕行动展开的瞬间 小张一岁多的小女儿 突然从他的摊位跑开了 这时候呢 一个小孩 从哪里跑过来 跑出他的这个范围之内 然后呢 他就用左手直接 往小孩里连起 然后呢 右手拿着刀 准备向小孩的脖子 脖子上有个动作 但是我看得很清楚 应该有个 有个low的动作 应该是向脖子上放刀的那个动作 我们抓住民警离他只有一两米的距离 因为当时这个情况非常危急 并且给我们考虑的时间也非常短 如果犯罪嫌疑人一旦把刀架到小孩的脖子上 跟我们形成对峙 用这个人质来要挟 这个局面就更加复杂 更难预料了 民警们与犯罪嫌疑人的距离不足两米 但是穷凶极恶的邵光航已经将小女孩抓在手里 他手中的刀正要做出更危险的动作 犯罪嫌疑人已经杀死了两年 那么在我们对气抓捕的时候 他竟然有戒吃了一个有痛 一手吃倒 一手戒吃孩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民警如果不对气采取断练的行动 后果才难以设下 已经没有时间让民警们过多考虑 就在少光航挥刀的一瞬间 民警果断地开了枪 犯罪嫌疑人少光航被当场击倒 被他劫持的小女孩毫发无损 成功获救 从开始抓捕到解救人质 民警们只用了短短的十秒钟 爱情是婚姻和家庭的基础 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 也有选择爱的权利 面对爱情婚姻与家庭 尊重自己更要尊重别人 在此我们要衷心提醒广大女性团 因为足见一个新家庭的愿望是美好的 但是呢 要注意保护自己 要提高警惕 以防类似悲剧的发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邵光航犯有故意杀人罪 绑架罪 2010年10月28日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审判处犯罪嫌疑人邵光航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一万元 一场情感的纠葛 引发了一连串的悲剧 如何面对崩溃的情感 如何面对不幸的婚姻 在爱与恨的冲撞下 除了法律的审判以外 是否还需要理性的掌控 和灵魂的自我裁决